不厭其煩的弄他自己的头发 可是你上台甩一甩就乱 还有一根一根摆 然后再这样甩一甩 他一直觉得不够好 一根一摆 再这样甩一甩 或者是他在 你们觉得我弄腰带好不好 不要不要弄腰带 你们看我这个动作好不好 他就在台下台 非常非常可爱 可是当他上台的时候 那斯波拉伊达 或者是 现场导播会跟你讲 我是上台一 那种充满自信的感觉 然后那种情绪 是从心里 然后从表情 很自然而然发挥出来 不是演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也值得学习的 哎呦 值得学习的啊 谢谢谢谢 Feefei-san 不好意思 谢谢 日本人也有超级的 台湾人也有超级的 超级的 那种人可以振付 那种人的 很棒的 最初音乐听到 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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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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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是在那裡的作品 我更加在那裡 我跟他很棒的地方 我跟他在那裡的印象 所以他就在那裡 我也是在台灣 所以我可以出到的一首歌 所以我真的想說FeBee的 我真的想說FeBee的 我真的想說FeBee的 謝謝FeBee的 謝謝 旅遊 好耶 後面那一段講的都日文 我們都聽不懂 但是他糟糕了 他剛剛講說 我很怕看這些東西 他這個東西感情非常豐富 尤其東京地亞 對… 大家這個掌聲很熱烈 因為電視機前面朋友 不知道我們邀請誰 可是現場的觀眾知道 因為有排練他們知道 我們邀請的是什麼 是… 從這個掌聲就知道 邀請到節目中來了 是不得了的旅日紅星 旅日紅星 要能夠突破我們這個本省的空間 要能夠在國際上揚名例外的歌手 這個寥寥無幾 是… 以前我也曾經想要到美國走紅 大家笑那麼大聲 結果沒想到 連新加坡都沒突破 我們就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這位國際巨星 歐陽菲菲小姐 我愛上掌聲 歡迎你愛的路上 與我同行 陪著我渡過兩盛美景 迎着微风 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 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But I remember 站住大眼睛 But I remember 你说还不停一见 就重庆 就陪我们走上这爱的旅程 与我同心 你应该觉得心里紧紧轻松 就陪着我们书房 希克… 佩佩 妳好… 妳好… 佩哥 小哥 大家好 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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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不愧是动感歌后 一出来我们跟着不知不觉 就手舞主导起來 而且她的这个舞蹈 跟她肢体的这个感觉 可以说是 這個無人能出其用 是… 真的… 對 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柳龍了 對 你就是 那我就是 你是柳龍嘛 那我就洪韋明了 久违了… 好久沒看到妳 大家好 龍胸虎弟觀眾朋友們 還有現場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 開拍手 菲菲姐 回國也有一段時間 大概是我們這個龍胸虎弟 排在第17個節目才上吧 不… 我昨天才回來的 昨天才回來的 今天是第一次 真的啊 你們不喜歡我們兄弟兩個 不… 對… 沒有… 我一定按時收看菲哥的節目 老哥的節目 一定按時收看 您叫我菲哥 我真是愧不感當 真的… 您真的有看我們節目 那我們真的是感到非常欣慰 因為您在我們兄弟倆的心目中 是最崇拜的巨星 當然了 不敢… 不論是論資歷 論這個條件 論這個領域跟空間 對… 我們都是非常崇拜您的 您為什麼想到要往日本去闖 不是…我是碰到一位 怎麼講 拼命要拉我去的人 其實我不是想要去啊 問題就在這裡 我就是沒有人拉我去 問題發生在這裡 我想了半天 百思而不解 而且熱情 他這個人很熱情 以前我們黃金拍檔的時候 我們五條大汗 對 一餐可以吃好幾頓飯的 都好久了 他們就來了 就來找他了 試驗一下 菲菲小姐在嗎 哪裡 什麼人找他 什麼 什麼人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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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 不是講 我們也是 糟糕 他講日本話聽不懂 結果聽了半天 那個人是講國語 是什麼人找他 什麼人找他 什麼人找他 幹什麼都去 生活品味 一直也是我們藝人之罪 當然了 到他家裡面去 非常的美輪美奮 你還沒來過吧 我是用猜想 你認為歌星他們 一般同事 你的好朋友 他們 你在他們心目中 您這個人 小不小氣 會不會常常有死情緒 那可能會有 這個是重點 我承認 會不會很執著 我馬上就改了 改了 對 一秒鐘之後就沒事了 你想如果我們問他們的話 他們會怎麼樣說 你們有問誰啊 我們當然有問過了 現在不能告訴你 是不能告訴你 我們一起來觀賞一段 問了您所有的好朋友 真的啊 挑了幾位 我們來看看這個精采的VCR 來看一下 菲菲是在這個舞台上的音樂 其實菲菲是一個很有味道的女人 我想這個只有市場先知道 她有的時候像貓咪 有的時候像獅子 她自己說的 她有的時候像小猴子 她有的時候非常的可愛 有的時候又很凶悍 她讓你每天都會有 好像吃到不同的菜的味道 她常常讓所有的目光 集中在她那個小小的個子 所以那小小的個子 她卻發出來很大的光芒 她有很大的power 有很大的霸氣 她會把她心中的熱傳達給你 菲菲喜歡 你一定會喜歡 但是有這個人 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她不太愛睡覺 有一陣子我到日本去 住在他們家 有一天夜裡 還有我起來上廁所 大概三四點鐘的樣子 我看她還在那邊摸摸摸摸摸摸摸 我說你在幹什麼 啊我在剪頭髮 剪頭髮 我看你三根剪頭髮 對啊 那我就走了 然後第二天早起來 我就看她 她說你有剪頭髮嗎 有啊 我說好像沒有 她說怎麼沒有 三根 我有啊 昨天剪了三根頭髮 如果說你是她好朋友的話 千萬不要去日本 到她家住 因為她的那個客人房間 堆滿了她的衣服 尤其在日本 尤其我去她家住的時候呢 正好遇到大地震 坐在客人房裡 所有的衣服 都掉到我的頭上 你還好嗎 我還好 只是你的鞋子 打了我頭上的包 討厭這個樓 那個是很久以前的時候 非常喜歡講電話 而且她可以一講 講一兩個鐘頭 一點都不覺得累 而且大部分都是半夜的時間 只是為力 但是為了怕影響她先生那個睡眠 她就只好躲到小房間裡面講 急急急急急急 到最後變成說 她現在不聽到她講電話 反正睡不著覺了 這是她 她自己也覺得 滿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 這個帥哥 非常難纏的女人 很多人認為說 她生活在日本 並且在那麼一個 殉濫的環境當中 是不是生活也很多彩多姿呢 事實上 就我的觀察來講 我覺得她的生活 是非常的 怎麼講 不能用嚴謹的兩個字 不過呢 也可以說是 就是非常的 平反 希望你能唱到 七十歲 所以我想 那也算是一個 破紀錄的年齡吧 對啊 看那幾位朋友 他們對您這個 遼若執掌 接著那還不是第一關 還有第二關 還有第二關 還有誰 我還沒開始 先要問他了 先要問他 您認為您在像 很類似您叫 動感的歌手當中 這些新的後輩 他們對你的感覺 您認為他們會怎麼看你呢 那要看他們怎麼說咧 他不敢講 他知道有VCR 就不敢亂講話了 這怎麼行 投機取巧 你想不想看一看 我想看 我們來看看我們台灣的 後輩歌手 對於這個 歐陽菲菲小姐的看法是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私底下 他要上台的時候 他頭髮就要一根一根這樣擺好 可是明明很亂啊 可是他很煩 不是 他很不厭其煩的 弄他自己的頭髮 可是你上台 甩一甩就亂 還要一根一根擺好 然後再這樣甩一甩 他還是覺得不夠好 還要一根一根擺好 然後再這樣甩一甩 或者是他在 你們覺得我弄腰帶好不好 然後不要不要弄腰帶 你們看我這個動作好不好 他就在台上台 非常非常可愛 可是大家上台的時候 那Splight 或者現場導播會跟你講 53而已 那種充滿自信的感覺 然後那種情緒 是從心裡 然後從表情很自然而然發揮出來 不是演出來的 這也是我們葉兒值得學習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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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でもスター 台湾でも すごいトップスター 那種人に振り付けを できるっていうだけでも すごいことだと思うんだけど 最初にユンパを聴いた時に すごい良い曲だな 絶対売れるなと思って 僕たち偉なくても 売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たんだけど ダンサーをつけるっていうのは レコード会社の人の アイデア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よ それが後から聴いたら フィフィさんのアイデアだと ということは フィフィさんが 良いものをもっと 良くしようと思う人だったから 僕たちが必要になったわけで それでさらに その作品の中で ユンパの中で 僕たちの すごく良いところを それがきっかけになって 僕たちが台湾で 一番目のアルバムを 出すことができた だから結局 本当に全て フィフィさんのおかげって 言ってもいいなと 僕たちが思ってます 本当に感謝してます フィフィさん フィフィさん 好耶 後面那段 講的都日文啦 這我們都聽不懂 但是他 糟糕了 他剛剛講說 我很怕看這些東西 他感情非常豐富 尤其東京地 對… 被フィフィ姐照顧最多 對… 大概他們剛剛講的話 是一些很感動的話 是… 要不然怎麼フィフィ姐眼淚 會快流出來了 糟糕… 我等一下還要唱歌 還要唱歌 先來 T恤…來… 不…T恤… 掌聲給フィフィ姐 安慰一下… 這都是東京地 他們惹的不 這我們製作單位想說 他們應該對フィフィ姐 有一些感言吧 為了他們還掉眼淚 我看把他們也請出來好了 東京地 東京地 憲法太好了… 太好了… 東京地 台灣人頑張得… 本当に疲れました 本当に… 很辛苦 本当に… 本当に… お疲れだけど 大変なんだけど でもみんなやっぱり頑張ってるから やっぱり外国の国いて 大変なことなの みんな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謝謝… 謝謝… フィフィさん… フィフィさん 分かる… もいよ… もいよ… たくさん たくさん もい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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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來做一個考試 テスト今 今テスト みんなさん フィフィどこ大事好きです 哪一個最喜歡哪一個 喜歡誰 站一排…來… 從這裡開始 フィフィフィさん 這些 你說他們我最喜歡誰 謝謝 女生女の子 これ難しい 子供 男子だけ 男子だけ 女性だ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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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好就可以 這個難しい 很困難 難しい… 不行 みんな可愛し みんないいし 全部都心喜歡 對 不行… 一定要選一個出來 一定要選什麼これ 為難 くめ 這個看起來也是滿老實的 還不錯 還好 還好 還好就不好意思 こ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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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夫婦 媽媽夫婦 これ これ 太老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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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很奇怪 親乖 這個 這有點… 有一點 這個有點… 他偷偷 太老實了 太老實了 這也很奇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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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 阿里 阿里還不錯 但是也不難 不是 大家的面前我很難選擇 也不一定 全部都很喜歡 通通都很喜歡 對… 好 鼓勵一下… 可是很難